台湾水果前进日本东京巨蛋 农业部在今天晚间 跟日本职棒独卖巨人军 合作举行了台湾水果品牌热活动 在以前农业部次长胡忠一跟拉拉队女孩 特别向日本朋友宣传 台湾优质水果凤梨跟芒果 而且现在在日本的市场通路上 就能买得到 富邦汉像乐天桃园拉拉队女孩 在东京巨蛋热舞 不只带来超有活力的台式应援舞蹈 更要宣传台湾的优质水果 与日本职棒独卖巨人合作举办 台湾水果品牌热活动 常年涌入4万6千多位的球迷 而前1万名进场的还能获得 充满台湾水果意象的扇子 场边还设有展示区 邀请日本朋友一会品尝 最新鲜香甜且高品质的台湾水果 台湾水果甜不甜 甜 政治盛产期农业部也特别挑选 优质的台湾凤梨和芒果 赠送给独卖巨人球团 希望台湾水果丰富的维生素 以及膳食纤维等营养 也能带给球员满满的活力元气 维持在很好的价位 那也让消费者可以采购到 非常优质而且安全安心的这些水果 今年比去年有更好的成绩 拉拉队女孩接着也来到超市 担任最佳推销员 台湾当即水果在日本就能轻松买到 台湾水果深获日本消费者喜爱 活动也促成台湾农业 台湾职棒及日方球队三方合作交流 显然在农政单位近几年的努力之下 台湾的水果登上了学校的营养午餐之外 也获得了消费者的高度肯定 特派记者宣传方在日本东京报道